安妮宝贝在《春宴》里说 高级的感情最终形成精神和意识 低级的感情只能沦为脾气和情绪 一个人的气质是由内到外的人格魅力 它是一场修行,需要时间的历练 通透且豁达的气质 网上曾有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生可以称之为活得通透 有个高赞的回答 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聪明的人从不与过往纠缠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既然已成过往,那么就是过去式 因为未来才更重要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 生明兰为人,通透聪慧 拿得起,也放得下 明兰和小工业原本两情相悦 无奈身份地位悬殊 她是小门小户家的庶女 不受重视,受尽冷眼 小工业是郡主娘娘唯一的孩子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她知道自己即使嫁过去 也不会被婆家看好 前景堪忧 但为了自己心爱的小工业 她宁愿违背外祖母的意愿 并许诺 若是小工业不负她 她定不负小工业 这是拿得起 当小工业为了家族兴衰 和父亲的安危 迫于无奈娶了别人 明兰转身就将两人的定情信物 返还给她 没有身陷悲伤 没有苦苦纠缠 而是向前看 她果断劝说 执着从前的小工业 咱们一辈子 若是一直往回看 犹犹豫豫地 拖拖拉拉 这以后日子 就没法过了 这是放得下 明兰活得通透 对待感情 当机立断 这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一味地纠缠过去 只会伤害自己 让自己越陷越深 越来越悲伤 生活是自己的 我们要学会往前看 学会放下 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 所有的分开 都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可以悲伤一阵子 但不要难过一辈子 如果常常流泪 就不能看见星光 不背过去 飞摊未来 心系当下 由此安详 努力且独立的气质 之前看到一则新闻 某房地产平台 发布了2019年 女性安居报告 数据显示 2018年 中国女性购房者 比例达到46.7% 几乎逼平男性购房者 在这条新闻下 有条货赞很高的评论 自己有房 车里有油 兜里有钱 这就是安全感 你都40岁了 为啥还不结婚 这是陈乔恩 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在女人30家中 她回应说 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变成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 也没关系 因为她会是 有钱的孤苦无依的老人 她并没有大放厥词 她有足够的底气 她给自己在北京 买了一套房子 自己装修布置 买沙发 买花 闲暇时间 会邀请朋友 来家里吃火锅 她说 房子自己买 礼物自己送 这是自己的底气 也是自己的归属感 行走于世 女人的安全感 从来都并不是 来源于身边的男人 而是自己 同样清醒而又独立的女星 还有国民媳妇刘涛 刘涛在松茫的访谈节目 了不起的姐姐中 聊到安全感时说 自己刚出道的时候 就有存备用金的习惯 15万 存了5年 已被不使之需 42岁的刘涛 从演员跨界做主持人 再摇身一变 成为人尽皆知的 带货女王 刘一刀 人们惊叹于 她的业务能力 说她大概是天生的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付出过什么 在网上看到过 她的一张工作时间表 凌晨0点30 一批人准备睡觉时 刘涛在直播间 深情并茂地讲解产品 凌晨1点 大多数的加班族 已进入梦乡 刘涛在看直播策划 产品信息 凌晨3点 很多人已经进入了 深度睡眠 刘涛还在开直播 复盘会议 刘涛以极尽苛刻的条件 要求自己 他坦言 因为对自己施压大 他常常失眠到天亮 你有多独立 你在爱情中 就有多少底气 你有多努力 你在人生中 就有多少运气 独立并不是赚很多很多的钱 而是在感情中 势均力敌 这样你才有 毫无保留 去爱一个人的底气 也有被伤害后 潇洒离开的勇气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优势 活得漂亮 才是本事 勤奋好学的气质 听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气质中 都藏着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还有爱过的人 深以为然 陈冲是娱乐圈少有的 爱读书的女明星 她非常好学 她常常在微博 用长文 记录自己的生活状态 分享自己的一些感触 文笔十分出众 严格令评价陈冲 半肚子湿 半肚子湿 陈冲深知 读书这件事 对演员来说很重要 因为表演者自身的厚度 决定了她表演的高度 成名之后 她花了一年时间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 就是学习 后来如愿考上了 上海外语学院 大一那年 她凭借小花这部电影 获得了 荆棘百花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当所有人 对她未来的演艺之路 极其看好时 她又做出了 惊人的决定 出国读书 在国外她刷过碗 当过图书管理员 也做过电影场记 演过一些小角色 但她从未抱怨 每天仍会坚持看书 她说 只要有书可读 她就快乐 当她接下末代皇帝 这部片约 她便阅读有关 婉容生前的一些史料 最后 眼活了婉容 末代皇帝 在第六十节 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现场 拿走了包括 最佳影片在内的 九项奥斯卡大奖 陈冲也成为第一次 出现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的 中国面孔 很多人问多读书 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呢 不用问 答案都在时间里 也许你觉得 读书在当下 看不到用处 但是你读过的书 你独自熬过的学习时光 都在为你日后 铺垫着惊喜 三毛在送你一匹马中曾说 书读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 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负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乌鸦 当然 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 如果你觉得当下 无事可做 焦虑茫然 如果生活没有给你答案 就去多读书吧 愿你拥有一颗 饱满的内心 和一个有趣的灵魂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一个人的气质 是由内而外 散发出来的感觉 它不是体现在 你手上的名牌包 手上的昂贵珠宝 身上的高端衣服 它是时间的历练 是个人的修养 是书本的熏陶 能让你气质出众的 除了化妆品 最厉害的是知识 努力和爱 骨子里的优雅从容 才华魅力 是时间赶不走的 它会历久弥乡 请相信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